第十题,为找出影响反应数率的边因,小兰设计实验如右表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这是在考控制边因法,A选项甲跟丁当中我们看到它所改变的是反应物B的颗粒大小,所以它研究的是颗粒大小表面积对于反应数的影响,所以选项A呢是错的。 我们B选项甲跟丁,它的确有改变我们反应物A的浓度,但它的温度也不一样,这种同时改变两个边因,不符合我们控制边因法的做法,同时我们也无法了解影响反应数率的是浓度还是温度,所以选项B呢也是错的。 那么我们乙跟丁当中,我们看到乙的反应物的浓度比较浓,所以它如果说它完全反应的话,它的产物应该会比较多,所以我们的如果完全反应的时候,乙的产物的量应该会比较多,所以选项C呢也是错的。 而丙跟丁,我们只改变了温度,所以我们研究的是温度对于我们反应数的影响,所以选项珠呢是对的。 所以第十题问我们说,下列迅速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珠,由丙丁可观察温度对反应数率的影响。